第九百零二集 师父,万年魂龙草,十分珍贵,我没有权利请长老去对话,外加上请长老出面,也需要上报。 北宫子玉十分为难,徐徐说道。 师父,你应该算是万剑帝宫的弟子吧,怎么不让万剑帝宫的清剑仙尊出面对话呢? 清剑仙尊,造化竟大能,关键来自于上等宗派,地位比自己父亲都高,甚至可以威胁魂族屈服,清剑仙尊去对话岂不是更好? 叶臣微微摇头言道,万剑帝宫有事离去了,我没办法请他们出手,所以才要请紫玉为我引荐北宫家族,一株万年魂龙草固然是魂族和道竞强者神魂质变的宝物,但究其价值也就是一柄和道神器而已。 我可以出一柄和道神器,五柄混元仙器,外加上三百柄神王器,这些足以兑换一株万年魂龙草了。 万年魂龙草,只是相对于魂族特别珍贵,若在其他地方能媲美一件神王器就算不错了。 因为除去魂族之外,根本没有别的舞者需要,即便其他舞者神魂之力要致变,也不会用到万年魂龙草。 唯独魂族偏偏偏也还得去魂族兑换,所以夜晨都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,兵器只是身外之物,反正日后都能赚来。 几邻才是最重要的,无论如何都要将她救出来。 嗯,足够是足够了,只是…… 北宫子玉长叹一声,最终说道。 我为你引荐我爹爹,只是,当日金服密宗的事情,虽然很多长老看好你,但是我爹爹却不太看好你,加上这次的事情,长老们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了。 不过,你拿出的这些东西足够挽回了。 至于爹爹那边,我先问你说一番。 言罢,北宫子玉拿出玉佩传讯给了父亲,他本以为父亲会毫不犹豫地拒绝,却没想到父亲答应了。 唯一的条件便是北宫子玉亲自带叶氏天去北宫家族。 北宫子玉没有任何犹豫,带着叶臣和郑伯等一星人直接回了北宫家族。 北宫家族坐落在乾坤之地之外的一座万刃神山之中,连绵上百公里的殿亭十分危恶, 也唯有无者才能在这数万米高的神山打建如此危恶雄壮的宫殿群。 宫殿群中居住着北宫家族主脉和庞戏人员,共计十余万, 还要加上门人弟子杂役等等,算下来都有二三十万人了。 绝大多数都是入神境、神王境,混元境倒是不多。 河道境都是一方长老,在大本营唯有几位太上长老, 外加上三位造化境老祖。 其他强者都分别镇守一方,相对于其他四大宗派和五大家族, 北宫家族是十大势力中排位中等的一派,不强不弱刚刚好。 北宫家族北宫洪天,此刻就坐在山峰上的宫殿中。 他如若帝王一般身穿紫金色龙袍,正处理着族中的各项事物。 豁然间,他抬头一看,见到了北宫紫玉,微微叹息一声,眉角有些灵力言道。 紫玉,你这次鲁莽了,你认得这个师傅过早了。 爹爹何意啊,我觉得师傅一旦跨入混元境,甚至可占何道境呢? 此等投资,可能是家族最有利的一笔投资。 北宫紫玉快步走进来,历叔、郑伯和叶辰等人还在偏殿等候。 他轻咬嘴唇,继续说道。 爹爹,师傅潜力真的很大,来日必然会为我们北宫家族开疆拓土的。 来日?那是来日? 北宫洪天窥然间将玉剑砸在书桌上,浑身萦绕着冷冽的气息, 目光如寒霜言道,还未到入神境,便敢招惹百个下等宗派。 到了入神境,便可击杀其大势力的公子殿下。 若是他到了神王境,岂不是要招惹上等宗派? 如此,我北宫家族便不可能留他。 叶是天,此人是强大,是有潜力,但是太过于刚硬了。 虽然有实力潜力,但现在太弱小。 若是造化井,心窍井大能,我北宫家族顶当列队欢迎。 可不过一个入神境,都胆敢如此,真是找死,且看他多久玩完。 爹爹,你答应过我的。 美公子玉身形摇曳,眼角泛着泪光,言道。 爹爹,你答应我的事情不能不做。 师父是真的需要万年混龙草,您出手一定可以的。 勇于兑换万年混龙草的宝物,师父都准备好了。 并且,师父已经在偏殿等候着,只要您帮他这一次,来日他今生造化井,心窍井,竟然会回报您的。 来日?你到底要几个来日? 你根本不懂北宫家族现在的地位如何。 北宫洪天彻底被激怒了,猛地站起来怒视着北宫子玉。 来日是多久?零五大陆只争朝夕,哪来的来日来日? 不用来日,他得罪了魂族,要不是万箭地宫庇护着他,今天他就已经被五马分尸了。 总之,这个小子我绝对不可能帮他。 紫玉,之前答应你的事情,为父也不过是想要你回来而已。 既然你回来了,他凝视着偏殿中的叶晨,一个念头便将叶晨和郑伯利书三人召唤了进来,不由地冷哼一声言道。 叶世天,我警告你,不准再和紫玉有任何的关联,你要记住你的身份。 你是低五位面上来的,你很卑微,甚至是低贱,如此还敢招摇过世,狂妄无边,你只会死。 不,是一定会死。 我不会再让紫玉和你有任何联系,因为你这样身份的人死的时候,只会连累我的女儿。 下一刻,北宫红天直接挥手,禁锢住了北宫紫玉,关入了远处的宫殿中,再看向叶晨,言道。 要我帮你的忙,不可能,滚吧。 作为父亲,北宫红天怎么可能不愤怒? 叶晨一次次将自己的女儿置身于危险之中,更是将魂族祭奠破坏。 本来,北宫家族的天才弟子,很有可能从魂族祭奠中得到机缘。 可以说,叶晨的出现,给北宫家族带来了无尽噩梦。 在北宫红天眼里,叶晨就是扫巴星,他没必要给任何好脾气。 一阵狂风席卷而过,包含着时空法则的力量,直接将叶晨震退数迷。 北宫红天神色冰冷,覆手而立,如若一尊帝王淡淡地凝视着远去的叶晨,不屑地冷笑,低语道。 一个蚂蚁,低伍未面的卑微蚂蚁,还想要我出手,帮他去魂族兑换万年魂龙草。 简直是可笑,欲向天开。 若不是为了让紫玉回来,你根本没有踏入我北宫家族的资格。 凭借你前几日在金佛密宗之行,再加上这次魂族之行,足以赐你死罪了。 而金饶过你,也不过是各位长老所为而已。 他忽而抬头凝望着右边冰冷道,对吧,各位长老。 在北宫红天眼里,叶世天低伍未面来的家伙,原以为有些潜力可以培养一二。 加之,有他在乾坤之地,各大宗派都能保证无法相互结盟,联合,对于北宫家族也算不错。 乾坤之地,百个宗派,虽然是臣服于北宫家族,却并没有彻底归入北宫家族之内。 并且,金刀门,真空寺等等宗派,都有意联合烈火轿等中等宗派,要反出去。 所以北宫红天觉得将叶世天安放在乾坤之地,能大乱各派的部署,让各派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落在叶世天的身上,好让他尽快解决另外一边的事情,再抽出时间和力量,彻底整合乾坤之地,并且将百派彻底吞并进来。 这个目的也有不少长老认同,但是没想到,叶世天性格偏执,甚至不肯退让一步,以至于最后在金佛密宗闹得无比之大,诛杀了百个宗派的弟子和长老。 按照北宫红天的性格,自己大卫刚刚稳固,家族主力也不在乾坤之地,应该让叶世天去百派道歉,以拖延时间。 却没想到,族中诸多长老依旧看好叶世天,不得已,北宫红天又退了一步,所以八长老钦点叶世天去参加魂族祭奠,既以希望这次祭奠结束,叶世天会消停几年,乃至于十几年的时间提升修为。 等到那时候,叶世天晋级神王镜,甚至混元镜,再配合北宫家族的主力扫荡乾坤之地,没想到又出岔子了。 这次得罪七大中等家族,中等门派,关键是彻底得罪了魂族,魂族背后可是魂殿了,这一切的一切都超过北宫红天的底线,便绝技不可能再留叶世天。 之所以此前答应北宫紫玉,不过是想要将北宫紫玉骗回来,以免夜长梦多。 夜晨耳边听着北宫红天的话语,神色冰冷,他理解对方的愤怒,毕竟自己触及了北宫家族的利益,但是他绝不允许对方侮辱昆仑虚。 他抬起头,冰冷的眼眸凝视着北宫红天,一字一句道。 北宫家主,这些事情由我夜市天一人而起,便由我一人去扛。 从今天开始,我不再是北宫家族的护法,更不是北宫紫玉的师父。 我夜市天今后的任何行为都和北宫家族无关。 说完,夜晨便准备转身离开。